接下來我們看一小段影片 影片就是介紹原子說 就是介紹原子說 然後呢 它第一個提出來的答案是說 物質是由原子所組成的 好 它說那原子管在被分割 可是呢我們之後 法系在包含了我們的 真正中子還有電子 所以其實我們的原子 還可以在這裡分割的 我們現在是在 發現所有的法克 已經變小單位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 法克不要理他 所以我們說呢 相同元素的原子質量 相同不同元素的原子質量不同 好 這個東西呢 我們之後有發現一個新的東西 叫我們做同位素 我們後來會叫同位素 其他人也看到我們這個青 這邊是E對不對 我們後面會叫同位素 這兩個青他們真正中 都能不同 就是我們所稱的同位素 這我們要看到的 同樣都是青 但是他們的質量 卻有可能不同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題出來的第三個 它說當化學反應呢 反應成各種物質的時候 它會成簡單的助理 就是定比定比 也就是我今天一個A跟一個B反應的時候 它會形成AB 它不會有一個A 然後二分之一個B 原子不會被切一半 所以它反應並定會成一個簡單的助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提出的最後一個 他說當化學反應時 只有原子的反應方式改變 原子本身不會消失 分裂或者創造 也就是說呢 當我前打A跟B 在做反應的時候 我不會產生 D這種東西跑出來 我如果拿A跟B下去 我反應出來已經是AB 那可能排列只有改變 原本A跟A在一起 再變成A跟B 會在一起喔 好 但這邊可能有一個小小的 要注意一下 一個是我們所謂的 核反應 核反應 核反應這個東西 它不可以 國三才會交核反應 不可以反應 它們會牽涉到我們的原子本身 它的質量的消滅或者生成喔 好 這大家要注意到一個小地方 好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呢 它總共提出第一個 它是說我們的原子固在分割 但是之後我們發現它還有 就是中子跟變子 第二個呢 它說呢 相同原子的質量會相同 但是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有同位數 第三個呢 它說呢 化學反應反應時 它的反應換成簡單的助理 原子一定是一個一個的 它會有一個 然後配它二分之一個 原子不會被切一半 好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呢 它說呢 化學反應反應時的時候 就有原子的排列順序的改變 原子不會創造 或有成本力 這邊是對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選擇 比較特別這種的反應 它不歸屬於我們 化學反應的部分 它反應會牽涉到原子的 實量的改變喔 好 那我原子說講話了 那如果還有其他不同的 發言訊底下連結看 我們的病名電力 還有我們的質量手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整個全部交換就會想的 到我這個原子說的大部分內容都錯的 他說原子不能分割 錯的 我們國中交到可以分成 子子中子跟電子 他說同樣的原子有相同的質量 不同的原子有不同的質量 可是我們未來會交同位數 同樣的原子有不同質量 國中沒有交同重數 就是不同原子可是有相同的質量 所以這也錯了 那只有第三個是對的 就是說化學反應前後 原子不會消失 不會創造 不會改變 不會怎樣 只是它的重新排列組合 這個還是對的 所以這個是重點 剛剛這樣說 就是 keyword 對不對 重點 你要記住 化學反應原子 不會只是重新排列組合 不會發生改變 不會多出來 也不會散掉 這樣子 所以就是原子說的部分 讓各位能夠了解 OK嗎 OK